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上个礼拜的重点 基本上就是 主要是黑名单筛选跟那个乐透彩 这两题,那黑名单筛选的话 主要是用到那个 conif函数,加上那个筛选 筛选的功能,再加上那个定义名称 所以特别注意,这几个功能都非常重要 不过我发现有些同学 对于那个像,比如说conif,筛选 定义名称好像基本上 甚至连用都没用过啦 那当然你将来 如果你对这些蛮重要的功能 你都没有用过的话 那相对你在处理一些资料上面 一定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那其中的话conif,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 如果你将来是希望能够 两个范围之间 做一个比较的话,比如两个范围 常常同学常问说,老师如果我今天 要比较两个范围的资料 有没有不一样的 或者有没有一样的,可不可以把它找出来的话 那其实你用conif是最快的 OK 所以比如说像新旧资料 的范围比较 那你可以用conif 另外,conif 还有conif s等于是不只一个条件的话 你可以用conif 那再来我关于筛选部分的话 筛选其实我上礼拜有特别强调 其实有点像类似资料库 也就是如果你想要在资料 等于是说 这个资料表里面 帮你找出 某一些关键字 或者某一些 大于等于小于 的这个资料的话 比如说数字的话 另外的话,还有所谓的定义名称 那什么叫定义名称 一般会用到的状况 比如说你今天会有个 像黑名单筛选 黑名单范围很大 而且是在另外工作表的话 那建议还是用定义名称 OK,那定义名称的好处 就是说你将来按F3 关键特别注意按F3 那就可以帮我们把清单 把它显示出来 记得F3 这个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有练习就录制聚集 所以一样录制黑名单筛选的聚集 最后把这个聚集再增加按钮 OK 那建议各位 因为今天已经是第5次上课 如果回去有时间的话 建议就是多练习 把一些固定的动作 通通把它录制成 聚集试试看 那录制聚集其实还蛮花时间 因为 我是建议 就是说录制聚集过程当中 建议是先彩排 彩排完之后 最后 执行过没有问题的话 那建议怎么样 在聚集的每一行程式上方 建议还是加上注解 OK 那这个是 这个蛮重要的动作 如果你不做 当然也是一样可以run 只是说你就没有办法去增加 你录制聚集的经验 因为其实录制聚集 将来那些程式也可以配合VBA 也可以做修改 也就是有些程式 假如说你经常会用到 你录制一遍之后 下一次就可以拿来当范本就可以了 像我还蛮多地方 就是录制完之后把它拿来当范本 那以后的话就拿这个范本 拿来做修改就可以了 OK 那上礼拜的黑名单筛选 那最后的话 我们后面有讲一个 乐透彩的中奖机率统计 里面的话当然 我们主要是配合几个 也是一样定义名称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话 一样我们就是 上个礼拜的这个 这个范例 总共就是101年 102年的这个中奖机率 那一期的话 总共有7个号码 那这个范围 你可以Ctrl 去为向下 先向右之后 Ctrl 去为向下 把它整个选起来之后 那给它一个名称 也许在这个什么呢 名称窗格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个范围 我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什么呢 叫做开奖101 那一样的方法 102年呢 叫开奖102 那以后的话呢 你配合F3 OK 那就可以做统计分析 那统计分析 我们基本上 一样会用到Countif Countif主要就是说呢 我们在哪个范围 开奖101里面 帮我找什么呢 找A2 A2是1号 也就是1号 在这个范围里面出现了次数 所以Countif的话 就算总共的次数有几次 也就是说 这总共好像开99期吧 A1期的话7个号码 所以大概693个号码里面 1号出现的次数总共17次 那问题 我现在不是要次数 我要几率的话 再把这个17除以多少 除以它总共几个 这个 开奖101里面总共几个号码 那你用Countif 所以我们用Countif 帮我算一下 那个开奖101里面总共几个号码 那号码部分你可以用Countif Countif主要是帮你算呢 除存格里面到底有几个号码 那总共693 所以17除以693 然后最后的话我用格式 所以上个礼拜有提到 你如果假设出现的结果是要 1万次出现245次的话 你可以用分数 它里面最大好像是100 你可以再自定一下 把这边自动补2个0 它就会出现是1万次 里面有245次的几率 OK 那这样其实 对于查看资料 相对会比较容易理解一些些 甚至 假设你觉得说 这个分母跟分子中间 这个斜线我希望在空白 甚至你可以怎么 假设你希望空开一点 你会发现这个 其实也空 空完之后 你会发现这边也可以有空白的效果 OK 也就是那个格式 是可以再调整的 OK 所以 我们做完101、102之后 那合计的话就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那最后算排名 那排名的话用rank.eq 那上个礼拜好像有同学提到 就有关那个rank.eq 好像有些电脑没有 那我印象中是 2007以前的版本好像就rank 它没有分rank.eq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算完之后的话呢 最后 如果我希望呢 可以把什么呢 把那个前 就是排名 是在前7名的 号码 帮我底色变成黄色的话 那后来我们还要写VBA 这VBA程式其实也不难 OK 那VBA程式的话 如果我希望格式的话 比如说 假设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是小于等于7的话 那帮我把 它的同一列的A栏 帮我把底色呢 改为黄色 这个程式 其实基本上就五行程式 甚至以后 如果你遇到类似的情况 你也可以这样来 撰写 那撰写的方式 第一个 我们一样先插入一个SUB 模组里面插入一个SUB 叫做格式化 底线VBA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我们先跑个回圈 回圈就是说 从哪一列到哪一列 从第二列到第43列 做什么呢 比对一下 如果呢 它的一栏 指的就是这一栏 排名 是小于等于多少 小于等于7的话 所以小于 然后呢 把它同一列的A栏的底色 变成黄色 黄色应该还记得吧 RGB就是2552550 那就是黄色 所以喔 写完程式 基本上就是这五行 外面是回圈 回圈就是 从哪一列到哪一列 再来里面这一层的话 是逻辑 如果 这个中间放个条件 前后空白 如果这个条件为处 做底下这件事情 那当然不为处的话呢 一定就跳过去啦 所以其实这个也可以拿来当范本 以后蛮多地方 可能会用到类似的 那最后就是把底色清除 这个范围里面通通变成 没有底色的话 那就用Range 会比较快 当然我们 上个礼拜是用 先用4回圈 每一个每一个 储存格 做变动 那如果说呢 你做的动作都一样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Range 所以这个范围 A2 到A43的底色 都变成没有 没有的话就Excel OK 执行一下 就OK了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我们希望呢 除了底色加上去之外 好像不太方便 因为还要往下调 因为你这样假设格式化 虽然已经算是还蛮方便的啦 只是说你还要向下卷动 12号 21号 27号 28号 好像不方便 你干脆帮我列在这边好了 列在这边的话呢 当然我们可以再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 上个礼拜讲到前7名 增加一个什么 k等于k加1 把找到的资料填过去 然后呢 让它一直往下面放 它的这个名次 OK 执行一下 这样就出现了 最后当然一样可以清 清除的话是这个范围 这个叫F2到F8 里面的资料变成没有 就清除 不过 这个这一题 最后大部分同学都会问说 老师